大选倒数39天 被认为是马阵营超级吸票机的周美清 地方人士等了好久还终于等到他了 星期天他到家里做工艺 那么趁着空档他出现在市场 跟小贩民众话家常 民众反应很热烈 也高呼动算 不过周美清坚持只说谢谢 他没有喊拜托支持 总部也表示正式的辅选 在选前两周才会启动 所以这是周美清的私人行程 极度的低调保密 知道的人不超过10个 老板娘 把他吃吃看没关系 这个不是小番茄 是大番茄 小番茄一口塞 周美清脸颊鼓鼓 心情很嗨 选前倒数40天 周美清趁着下乡做工艺 讲故事的空档 到嘉义批发市场 关心蔬菜水果和柿子 这个真的很好吃 一定好吃的 对啦 对啦 谢谢 来啦 帮我帮你 帮我帮你 好谢谢 叶者土先生 周美清 逼个赞 加码挂宝镇 一旁还有热情民众 拿着自制海报和名牌包 想要亲笔签名 周美清 来者不拒 祈求总统候选人 马英九 顾总统候选人 无尊义 顺利当选成功 国表动算 加油 加油 国表动算 国表动算 欢迎 欢迎 一路走来 民众和宫庙人员 动算声喊得大 周美清唯一的答案 是这两个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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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拉票只说谢谢 原来是竞选总部定调 周美清 辅选最大效益 是选前两周初级 不料周美清展开私人拜会 不算是官方行程 所以没有公开拉票 走访市场公庙 还是街头巷尾画家厂 周美清的行程 全都保密到家 幕僚透露 知道的人 几乎是手指头数得出 用周世风格替马总统跑地方 不想造成腰伤负担 90度鞠躬暂时没出现 希望周美清 辅选的声浪不断 酷酷嫂终于出手 回应需求 对不对 综合报道